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爷 你怎么从城里回来了 是啊 蛋蛋 你在放风筝呢 嗯 大爷 婴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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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姑姑 我刚才看见我大爷回来了 是吧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我放风筝的时候 我爸怎么回来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看看 爸 爸 爸 女孩 你怎么过来了 这不听说你回来了吗 你不好好在城里 我哥那里想活 你会隆怂干什么呀 我在城里啥活都干不了 你大嫂想我是个拖累 不让我在那里住了 那我哥呢 他就不会管管我嫂子吗 唉 别提了 你哥能管得住你嫂子吗 他们家 你嫂子当家做主啊 那你怎么伯伯问他 当初你在城里他摆房的时候 帮他照顾孩子的时候 他怎么不嫌弃你 唉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呀 那你说什么有用 你现在回来了 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往后怎么生活呀 女孩啊 你既然来了 就帮爸一起收拾收拾 爸人老了 将就这住住就可以了 爸 你说得倒轻松 这房子十几年都没人住了 现在里面要啥没啥 要水没水 要垫没垫 连张床都没有 你怎么生活呀 女孩 那你能不能先去帮爸挑蛋水 把下烧一口水喝一下 把水挑回来 有什么用呀 现在这里连锅都没有 你拿什么烧呀 再说了 你一个人住这里 我也不放心呀 唉 爸这不是 也没啥办法 那你女婿 这些年给你的钱 你都攒着吧 攒什么呀 都花给你侄子了 爸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怎么不知道 给自己留点呀 你说 我要管你吧 我只是你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让我回去 怎么跟你去说呀 这等一下 叫我怎么听她说呢 老公 老公 先别干了 怎么了 老婆 我爸被我嫂子 从城里给撵回来了 那因为啥呀 还能因为什么呀 不就是她现在年龄大了 没用了 对人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被人家扫地出门了 可咱爸那老房子 已经没法住人了 不行 我们把它接到咱们家来吧 我也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如果让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不怕接过来的话 我心里也不踏实 我要是把她接过来的话 你全都她干了那些事 你时间给她钱 她全会给她大孙子了 现在 还计较那么多干啥呀 她可是咱爸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她没人管爸 别管她以前说的对你错 你是她辛辛苦苦养大的 她养你小 我们就应该养她老 老公 你说的也对 你为啥要对我这么好呀 老婆 我这不是对你好 孝顺父母 那是应该的 尽孝这方面 咱不和别人比 自己笑 自己得 走老婆 现在就去把咱爸 接到咱们家来 我们去找个咱爸 咱爸 自己愿意 咱爸 咱爸 咱爸